今天跟大家讲个故事 人的一生实际上在很多的故事当中都会有所解释 我们人的一生是功过相杂的 就是因为又做了很多善事 然后又做了很多的恶事 叫功过相杂 那么每个人为什么会有悲欢离合和苦乐 实际上就是因为你功过相杂 也就是说你一生你的前世你的今世 你做过很多善事也做过很多的恶事 所以你今生会得到很多的恶报 也会得到很多的快乐 功过不能抵的 都是你自己所造诸恶业和诸善业的果报 并非只是一种姻缘 而是各种业缘的集聚 善缘呢恶缘呢 哎呀 基督缘呢 哎呀 有些人就是喜欢基督别人 那么这基督缘恨就是喜欢恨人 生出来就恨 恨到死了也恨 所以这里面就恨缘 所以各种业缘的汇集 这里有个故事 一时就是当时啊 佛在舍卫城 当时呢 舍卫城呢 由圣光国王掌管 陆也缘 由凡师国王执政 就是两个国家 这个两个国家呢 因一些矛盾呢 就开始呢 交兵作战 双方呢 伤亡惨重 两个国家呢 善缘越来越少 有一次呢 凡师国王呢 统领着 车啊 马啊 象啊 还有步啊 就是军队啊 往舍卫城进兵 当时印度啊 打仗 在康丹河边呢 安营扎寨 刚刚扎寨 不久呢 圣光国王呢 就闻讯 知道了 哎哟 他们过来了 都打了 马上就率领着精兵 前往营敌 那么双方呢 势力相当 差不多 打得难舍难分 一直僵持不下 此时呢 范氏国王的王妃啊 生下了一个非常端庄的女孩 王公上下 古月其名 庆贺 这个王女的降生 圣光国王得知此事之后呢 心想了 哎 我们与凡国交战这么久 前景了 也不乐观呢 因为我们 两方都是进退两难呢 因为差不多嘛 倒不如借这个女孩子呢 我们来和亲 这个缓解 两国的关系 如此决定之后呢 他们就派特使呢 到樊氏国前去求婚 祈求 凡氏国王将刚生下的王女 许配给圣光国王做王妃 现在大家知道王妃了吗 对不对 就是 过去古时候了 只要你生出来 他就可以许配给别人了 过去呢 在古时候呢 还有一种呢 叫子妇为婚 还没生出来了 就止住 这个孕妇的肚子就说 如果今天这孩子生出来了 是男的 就娶我的女儿 如果是女的 就嫁给我的儿子 就叫子妇为婚 都有 那么生出来这个女的 而且是王女 他就说 要配给圣光国王 那个凡氏国王知道了 圣光国王的心意之后呢 他也有台阶了 正好找个台阶下 心想两国一直打到现在 这个敌我损失都非常惨重 既然他提出来 联姻就是我们说 今天婚姻不战而合 还正合武艺 大家就算了 就告诉来世 非常愿意与圣光国王和亲 跟他认亲 从此呢 两国化干戈为玉伯 成为友好的邻邦 这都是印度当时的一个故事 那个凡氏国王的为王女呢 就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 取名的时候呢 因为他的降生呢 平息的战争 战争不打了 所以举国都安宁了 所以就给他取名为安宁母 母亲的母 安宁 安宁母 那么以牛奶酸奶油饼等未养长大 因凡氏国王呢 这个不久呢 这个王妃啊 又生下来 另外一个男孩 他的相貌呢 也是非常的庄严 他们呢 就给这个男孩呢 又取名为叫安宁 也同样用牛奶酸奶油饼喂养他 这个王子呢 就犹如莲花一般的 很快的长大 那么没想到呢 就是这个姐弟两个亲密无间了 亲密无间 好像一刹那都不愿意离开 那个安宁母呢 已经长大了 这个时候呢 圣光国王准备将他迎娶回国 因为过去讲好 嫁到他们国家去 就专门派人请求凡师国王 凡师国王说 既然圣光国王已有此心意 那就选两层几日举行婚礼吧 按照选定好的日子 那么圣光国王亲自到了路野园 去迎接安宁母 回到舍卫城之后 以本国的习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安宁弟弟因为找不到他的姐姐了 突然之间姐姐嫁出去了嘛 就问父母说 姐姐哪去了 那凡师国王说 姐姐去了圣光国王那里 不要啊 我也要去啊 弟弟就闹 父母告诉他 哎 你姐姐已经成家了 他去是婚姻 你去干什么呢 你是我的王子 以后要继承王位 料理国阵的 你是不能去的 虽再三劝主 但是这个男孩子天天吵闹 非要到姐姐那里去 后来圣光国王就告诉凡师国王 让安宁来吧 我可以同等对待他姐弟两个的 就是我会对他 姐姐和弟弟都一样的 在皇宫里面 凡师国王无奈 只好将他呢 这个弟弟呢 送到守卫城 跟他姐姐呢 在一起团聚 圣光国王呢 就叫他一些骑马射箭呢 精通无碍各种的 这个本事 可后来呢 没想到这个小男孩 安宁呢 也坏了 经常到妓院 等一百多个不如法的行为 这个时候呢 安宁母和圣光国王 再三劝他这个兄弟 叫他不要这么做 但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万般无奈 他们只好派人告诉 凡师国王 安宁的种种不良 行为 凡师国王呢 三番五次的 就叫这个 儿子啊 就叫他回来 告诉他 你不要如此 肆意放纵自己 你身为王子 以后要寄王位 料理国政的 但安宁既不愿意回宫 也不听父王的教诲 仍然 一意孤行 后来 凡师国王 只好宣布 与他脱离 父子关系 而圣光国王 也因为他 行为 吉博如法 就把他赶出皇宫 身无一处 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去 他就在 市井混生活 实际上就是 到处流浪 有一天他回到皇宫 要进宫 想看看 他的姐姐 但无论怎样 卫士就是不让他进宫 他升起了大称恨心 一言不语地向宫内看 看见姐姐正和圣光国王 在梁台上弹奏琵琶 这时候 安宁 顿起杀心 他拿起弓箭 张弓就向圣光国王射了一箭 但是因为太远了 他只是射断了琴弦 琵琶落在地上 国王惊慌失措地 转身 逃跑了 圣光国王 愤怒以及心想 这个安宁居然要杀我 我真该马上把他杀了 但他毕竟是 凡师国王的王子啊 杀掉他 恐凡师国王不悦 他想了一想 应该在法庭上 判案定罪 给他出于死刑 圣光国有一个规定 小辩论就是 他们国内有辩论会啊 其实就是一种 召集大家开会啊 吹两个海螺 集中 所以过去的国家很小的了 一个邦 一个邦 现在讲起来 一个邦 大辩论呢 不但要吹海螺 还要集大鼓 大鼓 咚咚咚咚 当时呢 国王就命 手下的人 吹海螺 集大鼓 集中 所未成的大臣 和所有的官员 都要把安宁 带来 与国王辩论 实际上 就是判刑之前 现在讲起来 有个大便 很多的老百姓都来了 安宁呢 最后输了 因为他犯了一百多条法律 按照当时 本国的规矩 给他的脖子上 带了一种花环 只要这种花环 带在脖子上 就表示 已经被判 急刑 就是要死刑 再交给 柜子手 让凶手们呢 带着去游街 这时候呢 安宁才觉得 自己的行为 不如法 生起极大的 后悔心 他独自哀嚎 这个世界上 有谁能来 救救我呀 救救我 那个时候 他才知道 要死了 很痛苦 释迦如来 具足无量功德 和大悲心 时时刻刻 关照着一切众生的 苦乐因缘 因为佛陀 很好玩 佛陀经常 你看佛陀坐在那里 他坐 实际上 他就是 因为佛陀 可以观世界 经常看见 有各种各样 事情的发生 他能够看到 苦乐因缘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 佛陀对众生的悲心 是刹那间 都不会离开的 所以大家 学佛的人 要知道 你只要求佛 求菩萨 求我们 观世音菩萨 求我们伟大的佛陀 求所有的菩萨 菩萨的大慈悲心 是刹那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的了 所以大家要学会求菩萨了 世尊呢 就是 释迦牟尼佛呢 当时呢 就观之 调化 安宁的机缘 已经成熟了 就 跟他的弟子们说 来 弟子们 我们 着衣钵 去城中 化园吧 佛陀知道 这个事情发生了 他就叫大家 弟子跟着他 一起去化园 那么佛陀呢 正在 往前面走 正在游街 过来的安宁 很远就看见了佛陀 一看见佛陀 他生起了极大的 欢喜心 所以我们看见法师啊 要生起欢喜心 因为 有法师的地方 就像看见师父一样 有师父来的地方 会有喜事 会有好的正能量来的 特别开心 然后呢 立即上前 恭敬顶礼 祈求世尊 他就跪在那里说 慈悲的佛陀呀 能否再给我一次生命啊 请您救救我吧 我也是一丝糊涂 师尊 非常慈悲 他就对那些 跪着手们说 你们不要杀他 放了他吧 佛陀就说这个话 佛陀很慈悲啊 那些凶手们呢 为难的对师尊说 请佛陀您想一想 我们都没有两个头 如果有两个头 我们可以放他 现在我们放了他了 我们的头就没了 师尊就告诉凶手们 好 我去见国王 在我没有见到国王前 请你们不要杀害他 好好好 那我们等你 师尊 找到了圣光国王说 大国王 请你放了那个罪犯吧 不要杀他了 具信心的 具信心的圣光国王 因为当时的国王啊 都对佛陀特别的尊敬 他们就说 师尊啊 他办了很多罪啊 利应处死啊 但是如果您能射受他 他也愿意出家 那我们就放了他 师尊答应国王说 好 那我就射受他 因为过去啊 在印度古国啊 这个对佛 对佛法的尊敬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只要出家了 所以过去说 出家可以免死罪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出家了 你就不在人间生活了 是这样 之后呢 师尊呢 就将他带回经堂 替他替度 并这个受戒传法 没想到呢 安宁呢 自己也是非常的精进修持 因为缘分到了 而且很快呢 灭尽了三戒轮回的烦恼 这里面有个灭尽了 三戒轮回的烦恼 就是说想通想明白 他只要做实善业 永不再做恶事 他就免除三戒轮回 这个时候 他就证得了阿罗汉国位 这个时候呢 很多的比丘啊 佛筒边上的比丘啊 他的弟子就问了 师尊 安宁太子做了种种不如法的行为 临行时 是师尊你救了他 度他出家 并使他证得了罗汉国 请为五等宣说 前后姻缘吧 是啊 佛陀啊 说说前后姻缘吧 师尊就告诉朱比丘说 朱比丘 不但今世我救了他 度他出家 获赠 罗汉国位 而且前世 我也曾经救过他 使他得到了四禅五通 哦 佛陀 你赶快告诉我们 在很早以前 印度路野园有位 苍启国王 在他的国中有一个恶人 做了很多不如法的行为 后来准备把他处以急刑 凶手正准备杀他的时候 他心生恐惧 祈求呼喊救命 当时路野园附近 有一位大仙人 具足五种神通 见到他非常可怜 很想救他 恶人见了大仙人 就恭敬鼎礼 祈求救命 啊 仙人啊 你救救我呀 仙人就让凶手 把他放了 别杀他 那些凶手 就是执法手 就说了 大仙人啊 我们又没有两个头 现在我们不杀他 我们办不到啊 仙人 想去跟国王商量 就叮嘱凶手说 在我没有找到 猖启国王前 你们不要杀他 凶手们就答应了 仙人就找到国王求情 国王说 如果不杀他 你就必须带他出家 仙人答应 就把这个恶人 带到了森林当中 对他传授教言 他依教修行 得了四禅五通 那么在这里呢 跟大家做个解释 很多人前世有神通的 今世不一定有 大家听懂吗 你前世有神通 今世不一定有的 因为胎障所必 就是隐蔽的币 胎障 因为投胎了之后 转世了 像安宁前世 他虽然得了四禅五通 但是他精神被绑起来 游街的时候 他就根本不可能显示出 他前世的那个四禅五通 四尊告诉比丘们 比丘们 当时的仙人 就是献正菩提的我 佛陀当时就是大仙人 恶人即今安宁太子 长启国王 就是今天的圣光国王 以前是在他灵形时 我救了他 佛陀说他救了他 使他修得四禅五通 现在也是在他灵形时 我救了他 佛陀救了他 使他证得了 究竟涅槃的罗汉果位 那么很多的比丘就问了 请问世尊呢 那他有何因缘 安宁 他今生转世到 富贵的王亲国妾家里 圣像庄严了 佛令得度了 他又能出家 获赠罗汉果位了 佛陀 您愿为演说 前后应援吧 佛陀告诉我们吧 世尊 父告愿 此乃前世的愿力 在贤结人寿 两万岁 就是时间吧 就是一个历史时间吧 仁天导师 如来正等觉 家舍佛出世的时候 有一位生重的实事员 一生为生重做事 辛勤劳作 临终时 他发愿 我一生出家 为生重做事 虽然我没有得到什么功德和境界 愿以此善根 将来在 释迦佛出世的时候 令佛欢喜 出家灭尽三界烦恼 获赠阿罗汉的果位 这位知识员比丘 就是现在的安宁 就是现在的安宁王子 因其发愿力成熟故 今生在我教法下 令我欢喜 出家灭尽三界烦恼 获赠阿罗汉国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 每一个人对菩萨的缘分 都是有根有缘的 所以每一个人学佛 不是今生的 都是自己多少是多少生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学佛修行 不要碰到修行路上 一点点的烦恼 挫折就这么执迷不悟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在人间路不通的时候 要学会拐弯 选择拐弯 有的时候修行修到不快的时候 要学会要看淡 不要这么重 过了就可以了 改了就好了 有的时候在人间 你的感情渐渐的 慢慢的淡的时候 远的时候 离你去的时候 你要学会选择 随缘 有一些事情 在人间多承担一点 挺一挺 可能就过去了 有些害你的人 你咬咬牙 可能慢慢的就忘记了 有一些苦笑一笑 他就笑过了 笑了就过了 苦了就过了 所以修行人的一颗心 有时候伤一伤 你会变得更加的坚强 坎坎坷坷的人生路 坦坦然然的 随缘行 所以得意的时候 我们学佛人要学会看淡 诗意的时候 我们学佛人要学会 看开 千万不要过于的 执着自己的某一个观点 而使自己在人间背上 沉重的包袱和业障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个人业障自己背 所以不要去背上业障 学会勤修苦练 学佛缘 学习佛的缘分 要勤修苦练 修成无上正等心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 想通想明白 一次修成 才是我们真正回天的愿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这个白话佛法 就讲到这里了 好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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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